今天呢 其实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 齐老师还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啊 张晶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觉得张晶晶呢 首先做人 我觉得这人呢 是很愿意帮你 而且呢 为人很善良 当年他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趣事嘛 就是一个老师嘛 告诉了一个很著名的老艺术家 说你搬在有一个张晶晶 这张晶晶呢 他怎么怎么命名不好 于是几乎造成了一个误会 后来嘛 张晶晶呢 我问了张晶晶 张晶晶这人很勇敢 他找了那个老艺术家 问 你认识我吗 那老艺术 你谁呀 原来是一同名的人 说错了 不是他 就这件事你可以看出 张晶晶是一个很正直 很勇敢的人 我预祝他要更好的成绩 贝老师对你们都特别好吧 不像爸爸 我都从来都是叫爸爸的 我特别羡慕你们班同学 我觉得你们班特别好 而且团结 是吧 而且我们班的人都挺单纯的 他是属于那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世界 活得很快乐 喂